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回来 即场教路之有问必答环节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随时打电话来帮我们 电话在204-6566 又或者是传电邮帮我们 彩我身边的嘉宾 要材财政圈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王伟豪Wafi Wafi 你好 我们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一位家庭观众 吴小姐在电话旁边 吴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494-2628-3130 3130 三个有没有货价 先带你的尼峰 有 有货价几千入 平均价是10.07 好 现时11.44有利润在手 升超过8% 知识一定是多少毫 得确 以利峰来计 平均价10.07 现在就有一定利润在手 今天最主要升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业势方面的带动 以利峰今次出的中期业势来看 没错 你说那个 顺利来计的增长 有个明显的倒退 买近七成 但如果以核心经营日历来说 其实有个不错的表现 大家都有些惊喜 因为去到2.23亿 增加1% 记得一些核心业务 最主要本业来计 都见到慢慢有一个改善 最主要这些情况来说 都令到 隔壁先提到 今天有个明显的秋升 我觉得这样看 如果你以利峰叫做弱了这么久 或者之前这段时间里面看 都不断叫做在低位还了这么久 现在一来夹着业绩 比较有个不错的看法之余 更加这段大一时间不断说 就是追落后因素 所以很多落后股 我相信都会有机会追回来 利峰也可能其中一只 所以我相信如果以利峰 刚才说到的 10.07元拿下来 现在有钱赚的时候 我虽然觉得现在有钱赚 但我都不用急于这位置走 更何况以利峰来计 这样的借口上来 其实都有买盘支持 即今日的买盘 其实都比较大 我相信如果以开市 没有见到这么大的买盘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 短期里面 应该都有一阵 可以再抽一抽 所以从初步来计 反而我觉得可以 以11.8元上 做一个目标价 如果你想去到这位置 是以短线操作的 才考虑吃烏落猪袋 好 谢谢 另外这位家庭观众 吴小姐想问国寿 国寿有没有货价 有 18.7元 好 也是 有利润在手 今天最高见过19.9元 A股走势不错 但和国寿上升 支撑位一定是多少 其实是一样 如果以国寿来说 18.9元 其实价格一定是 持得挺漂亮 现在都有个不错的 最主要一样 这阵升上来 就除了刚才所说的 一些追落后因素 始终中资的一些金融股 比如保险股 来计算 都游了很久 成绩着这一刻 很多的 即近日不断说的追落后之下 很多资金都涌入这些股份 令到国寿过两天 也算是早两天 都升了比较多 再加上国寿之前 都叫做发了个盈气 虽然盈气来计算 大家预期未必是核心业务做得好 因为始终以头半年 保险收入的增长 其实可以没什么 但反而教其他 譬如减少等因素 去带动 都令到有个盈气的带动 我这样看 如果有盈气的支持 我相信就算有本业 未必是太理想 但价格未必会太差 刚才我说到一点 始终这一刻 都有个追落后因素之余 更加你刚才提到 就是内地市这刻也稍微靠稳一点 我相信只要短期来说 内地市继续做得好的时候 应该过手 我都觉得股价有过了一步的支持 如果以现阶段的走势来说 刚才提到的就是过两天 这么明显的升势 这么大的成交下 其实我相信后面应该也有个总有攀升的意味 暂时我会觉得可以 以21元左右 做回这一阵的目标价 我都可以去到21元左右 才考虑去叫做获利利场 现在这些价位 反而不用这么急 考虑去做任何东西 好 谢谢 另外 吴小姐最后想问8130 智诚控股 你有没有货价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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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阵是2 OK 平均价 有8、有2 今天来说 在6毫的位置 升超过1% 今天在高台的位置 分开两只 2毫的赚了8毫 还在虚 怎样做呢 以这种来计算 一来就是创业版股份 相对波幅性 或者草味 会比较浓一点 而且以这种股份来计算 刚刚出的8月15日 都公布了第一季的财务表现 没错 是有一个收窄的意味 但始终收窄的意味 仍然是处于亏损的阶段 变相我觉得 未必对价格有太长久的支持 我觉得这一阵 当然你的势头不算差 但如果以8毫 高位置住的时候 怎样部署 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这一刻的价位 仍然升得挺不错 甚至乎你看到几条平均线都不断抹阔 甚至乎在星期二来计算 那天也有一个大成交 就是抽上来 虽然不排除短线来说 也有机会再多抽一抽 我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试上去七毫子这边 如果有机会去七毫子 可以考虑走一走 这些科学或者减减减减 但反而下面 刚才提到这只股份是比较创业版 或者可能这些炒股 我都要订下方的位置 反而这一阵 如果你说下面 如何订下方的位置 去指示或什么位置走的时候 以大约五毫六指 五毫七指 能穿下来 我会建议先行走一走货 谢谢 另外我们听听下位家庭观众 我电话 家庭观众王小姐 都在电话旁边 王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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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问哪只股份 我问182和697 你有没有货 我有货 是高位买的 好 先回答你值182好吗 好 你几千入的 11元 现时三毫的位置 比较高位入了 那怎样做 很多国家扶持相关的 新能源政策 一些产业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 以值182来计 行业基本面来说 就的确如你所说 很受国策上的推动 但是这些来计 整个行业都受惠了 所以变成对中国风电 自己本身来说 究竟受惠性有多大 或者南银的股价 上回1元上 我自己依然有少许的保留 甚至于来 以这种风电来计 之前8月9日方面 就出了个中期业绩 挺理想的 纯利急升成五成七流多 最主要受实质的发电量提升 有个带动 但是似乎 虽然业绩比较不错 但是对股价好像 也没有太多刺激 所以我觉得 暂时要回到你 万亚银银银银银银银 的确比较难少少 反而我会建议逢高 做减缴的举动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打回到下降轨的顶部位 大概在三号多指 左右 逐一递退货 当然不是一下子 就是三号多指 只要走货 因为这些位置马上走完 我相信亏损都有 逐一递退 看有没有机会 逢蛋糕高一阵 就减一减磅 但建议一下 现在就不要再加深下去 因为始终距离 你卖较较软的价位 谢谢 另外我们再回答一下 这位家庭观众的问题 是不是想问 首长国际697 697 高位买 过几买 现时4毫 0.5 现时升超过1% 这几天首长国际表现做得不错 钢价反弹 亦预计产量不会跌 令到钢材股做得不错 比较高位 如何做好 以钢铁业来计 是的 近期讯号上看是乐观了很多 不能刚刚过去7月份的一个 即是钢铁的PMI来说 上回53樓上之余 更加今早见到很多新闻都说到 过来几家的龙头 比如补钢、武钢等大头加价 变相我相信对一些钢铁股来计 应该也有个有利的支持 但始终一句 支持也好 我相信对697应该也有个股价上的大动性 但问题在于能够上回你的买入价 一元楼上有很多的时候 我觉得短期内比较难做到少少 所以我反而留意着 从走势来说 其实这几阵算是走得挺漂亮的 本身一来就不断有个下降 大的下降轨出现了 但随着这一阵的突破 突破了几条线之后 其实初步有点转世而微 所以我相信如果短期内 能够挑战四毫四指 可以突破得到的时候 其实变相中线来说 要上五毛指楼上 我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看一看 你去到五毛指这边的位置 会不会是减一减磅 也都一样 逢高做一个少少减磅的举动 我会建议现在这阶段 稍为磁形保态 先不要做太多事 多谢这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另外下一位家庭观众 也在电话旁边 就是马小姐 马小姐早晨 早晨 我想问二八九九和一百一百 最近好像在移动一点 有什么价钱可以买 两个都想买 还是两个选一只 两个都想抠一抠 买一文件 先回答指金 以时1.84 暂时来说 无声跌最高见过1.87 两只来说招金走得快点 怎么做好呢?买哪一只呢? 的确,两只来说一定是招金快点 因为始终和金价 晚金度相比较高点 始终这一阵金港股升 最主要是金价有个名义的回升带动 但自然自己这样说 短线我认为金价的确有个 上一步反弹可能性 但中线来看 依然不算下落观 所以好看两只金港股 买下去 几件短线跟着这一阵便好些 如果以分两只都想留意 究竟什么价位部署 我觉得与其刚才说到一点 就是纯粹捕捉这一阵金价升浪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价位就不用考虑太多 如果以招金来计算 你说大概现在这一阵位一百多元 去到考虑进去 看看薄一薄来短期里面 金价是否转步攀升 如果可以的话 我相信对指金来计算 应该都有一个转步带动 可以上回大概两元楼上 做短期的一个目标价 但反而刚才说到电话 始终你短线薄一薄 这些价位进入的时候 定回指舍位置 放在这个位置 大概1.7楼下 如果短期穿1.7楼下 才考虑指舍来一离场 好 招金来说 暂时股价表现有否进入呢 以招金来计算 其实形态更加漂亮 其实一样 受到金价带动 但正如刚才那句 始终跟金价比较高 变相价位来看 这几天走得更加好 也一样 如果你纯粹去招金价的一个短线升幅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考虑太多 如果你回到价位来看 大概6.5元 即6.5元 6.6元 入一入市 变相看短线来计算 有没有机会打上Icon 8.5元 这边做短期目标价 也一样 下面来说 以这几条线的位置左右 5.5元 做指示位 我觉得只要你是两个股份 都肯定下指示位的时候 短线去试一试 我觉得可以考考考虑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吗 马小姐 没有 谢谢你 谢谢你的电话 另外下一位家庭观察 尹先生 尹先生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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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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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多亿 就有吗 尹先生 不认为 你个ė capitalism 事件 和现在教育 算是差不多 但也有一个轻微礼力 能成续 对过 això soils 又那么说 例如 過往很多時都看得到領匯也好 或是相關的危險也好 過往的就說一個避險的因素 或是一個安全的性質 很多時市不是太好的時候 才令到資金會追進去 但正如大家都知道這一陣的市 相對是叫做好了很多 或者氣氛上看 也叫做樂觀了比較多 自然我覺得資金上的選擇 未必會選擇這些危險作為部署 所以這陣稍為會被市場所謂的忽略 即是未必有最碰盛 在這當頂的東西 未必有一個短線大升的因素 而且過往也在說這一陣 另外一個之前大跌的主因就是息口因素 因為美國方面也有機會在未來一兩年之後 慢慢逐步加息 以過往的危險 吸引性的息率比較高 一加息的話 自然有一個收窄意味 變相息差收窄之下 吸引性一定下降 所以你看到這一陣相對領匯也好 或是危險也好 整體吸引性其實不算太多 雖然你見到股價 其實沒有太大的一個向上突破意味 更何況以這一陣走勢來說 相對叫做比較橫行一點 但當然如果以橫區間的頂部位 正正就是任山所謂的39元的目標價 我覺得看一看 有沒有機會是跨著這個區間走 如果可以跨著這個區間走 我覺得看有沒有機會試一試 如果試到的 考慮去到食了壺 因為我覺得再突破的機會 真的比較難一點 但反而下面 如果你剛才說到跨著區間走 所以變相短期裏面 我覺得可以 如果你真的想短線 定下37.5元 如果你看到37.5元 這邊位 牛了很久 再站不穩 或者慢慢穿下去 考慮去走一走 減不減磅 好 任先生 你還有其他問題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你的電話 另外 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又有家庭觀眾Ada Wong 想買一隻902 他問可否再升到9元的位置 現時華能國電股價表現做得相當不錯 升超過4% 去到8.39元 分佈式發電項目建設 或者發電可獲補貼 今天股價表現做得相當好 有沒有機會升到9元呢 以華能國電來計 或者電力股這樣說 的確其實今年回到現在 都非常走得好 最主要當中受惠的一定是煤方面 價格陰藥的因素帶動 自然成本方面壓力是低了 而來的 慢慢近久都看到 很多的政策都不斷地出來了 是扶持相關的電企 例如早年來講 都看到國家能源局推行的所謂的電改 鼓勵直接去扣電 變相這些因素 都對他們的上網電價來看 我相信有個明顯的受惠性在這裏 自然的價格 今天回來就再一步做好 但當然能夠上到9元樓上 我覺得短期可能比較難一點 暫時要看看能夠突破8.5元 如果可以突破8.5元 才有望挑戰8.8至9元這邊位 如果你有貨的時候 可以等一等 等股價突破8.5元再做再一步判斷 另外下一位家庭觀眾 Ricky Wong 都發出電郵 想問一下 今日首位以介紹形式 嘗試通力 她說在TCL派股中 收到1,000股的通力電子 現在想沽出 但每手是2,000股 想問怎樣處理 稅股方面想問怎樣處理 今天通力電子 曾經最高見過5.5元 前景是怎樣的 當然如果以1249通力電子來計算 以1070的介紹形式上市 變相沒有實質的所謂的價差模範 只要看看上市是怎樣的價 當然如果你說以稅股在手 怎樣叫做沽出的話 的確如果不夠2,000股來計算 在正股市場沽不到 但可以的話 在這些稅股公司 其實也有些價 可以讓你沽出去 當然到時沽的價 會較現價低幾檔 所以變相你沽不沽 好看你自己想怎樣部署 但我覺得與其你拿稅股一手 亦都不夠一手的時候 其實拿太久 我覺得那個受惠性都沒什麼 所以我覺得如果接下來 通力電子有機會 可能打上高一點 可能5.25.35 考慮去到用稅股形式 手動股份出來 我覺得都可以選擇 好,謝謝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回Wafi 剛才說過股份 有沒有哪一種有遲 沒有 好,謝謝 稍後回來發達廣場的環節 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見面